为什么飞行员害怕飞机撞鸟,以致小鸟的威力堪比一枚炮弹? 经常乘坐飞机的朋友有没有注意过这样一种现象? 在飞机场的天空中,我们是看不到任何鸟类的,因为在机场附近一般都会安装驱鸟装置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,最大的原因还是飞机惧怕鸟类。 可以说鸟类就是飞机的天敌,当飞机与小鸟相撞时, 不但小鸟会丧命,飞机也有可能受严重伤害,甚至击毁人亡。 如此庞大的飞机为何会惧怕小小的鸟? 如果你也有一样的疑惑,让我们一起往下来看。 一般来说,鸟撞飞机主要发生在起飞、着陆的过程中,以及低空飞行时, 尤其是群鸟,危害飞机的可能性更大。 在过去的航空历史中,全球曾发生多起飞机撞鸟事件。 在1912年,世界上发生了第一起因鸟撞击飞机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。 自此截止到1974年,因为鸟的撞击而坠毁的飞机有74架,死亡人数达130人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世界各国飞机遭遇鸟撞击事件大幅增加。 在1993年到1997年间,美国发生鸟鸟事件每年多达3000起,造成经济损失上亿美元。 德国空军和民航每年平均有1200多起。 而据相关数据统计,我国2010年发生鸟鸟事件971起,2019年仅8、9月份就连续发生70余起。 据估算,全球每年因鸟鸟事件造成经济损失达100多亿美元。 由此可见,小鸟对于飞机的危害性。 在1985年,我国一架飞机在800米高空飞行,突然迎面而来一群大鸟,瞬间与飞机相撞,致使飞机几乎失去控制能力。 最终,飞行员果断采取了最难操作、危险性最大的方法,才使飞机能够安全着陆。 随后,机务人员检查飞机,才发现飞机上多处沾有鸟的血迹,两台发动机严重受损。 压缩机叶片和近期整流罩全部被打坏,右肌以前沿被打裂20厘米长。 小小的鸟儿为何能够对飞机造成如此大的危害,这主要是由于飞机的速度太快了。 虽说鸟儿的飞行速度相对于飞机而言较慢,但运动是相对的。 当飞机和小鸟相对而行时,由于飞机的速度比较快,鸟儿的速度对于飞机本身而言就相对较大了。 而速度越大,所产生的撞击力度就越大。 飞机的高速运动可使得鸟肌的破坏力达到惊人的程度。 比如,一只仅有0.9斤的小鸟,如果装在时速达80千米的飞机上时,所产生的冲击力高达153公斤。 如果是时速960千米的飞机相撞,那所产生的冲击力高达22吨。 如果是一只重达14.5斤的小鸟,与时速达960千米的飞机相撞,所产生的冲击力高达130吨。 由此可见,一只浑身湿肉的小鸟所产生的冲击力比炮弹还大,所以鸟儿也能变成寄落飞机的炮弹。 除此之外,真正危险的是鸟儿被发动机吸入和撞进驾驶室。 如果鸟被吸进发动机,会破坏发动机的叶片,让发动机停止工作甚至起火,极可能导致击毁人亡的残祸。 为避免鸟撞事故,人们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。 比方说,在机场周围设置驱鸟装置,设置雷达,监视跑道上的鸟群,设法提高飞机的有关部件等。 一般来说,高速旋转时,飞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个更大的相对速度,因此成为飞机上最害怕遭到鸟机的部件。 所以发动机会采取特别的设计,以确保吸入飞鸟时也不会对飞机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。